他们在出家 闲你这闲你那 都是几十年的老江湖在对弈 看一下清晨的东山岛码头 今天过来臭热闹 咱们说臭热闹就臭热闹 但是我睡过头了 那些床的话上面有根干的 都是定制网的 四点多五点它就回来 起网到回来 不会超过八个小时这个时间 然后用那个小床 罐子就在上面买 臭热闹挤过去 像这种鲜度差的 一般都是拿去做饲料 然后这种鲜度好的话 是可以做巴烂鱼的 这三种鱼是不是长得特别像 但是其实它是三种鱼 长得都很像巴烂 这个才是最好吃的 黄味巴烂鱼 这个叫宽口 然后这个是青花 长得很像 但是其实它是三种鱼 这三种鱼加带鱼是当地餐桌 非常非常常见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两天 来海边的话就全部都是小杂海为主很多 包括我们去饭店吃饭的话 也是说小杂海这道菜必点 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呢 它是小杂海为主的 下个也比较实惠 也比较好吃 那过段时间的话它就没有了 当然不是说这个瓦头上来都是小鱼 它是跟这个作业方式有关系的 比如说像这个补的是小鱼一般会有虾 它是这个固定网 这种固定网的话呢它是随着这个潮水的 鱼啊小鱼啊小虾啊它随着这个潮水游 游到这个碗底的话这就出不去了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还要等大鱼的床靠岸 那就是双脱网 两条床同时这样子捞 这种上来的一般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鱼 我这还肥得很 一看就是平时没小吃你看 这种的就是鲜度比较差的拉去做饲料 这边的话就是分出来鲜度好的三餐桌 哇再加上来质量好 用这种比较保护的方式把它运送上来 肯定鲜度肯定会好一点 你看那大鱼漂亮 这种做鱼竿的价格比较高 我打算收一些这个回去做饭饭鱼竿 这边这些像这个 他们都是自由出价 谁出的价高 你就可以拿的 但是你只要一出价 你就要拿走 然后这边的话都是有人定走的 在床上人家就定走了 那你看那些拿小宽的 这是最小最小的商贩 他就只收一点 然后到自己村里去卖 所以他们会挑新鲜的 但是传家的老婆们 一般看到他在挑不难挑的 就能把新鲜的挑走 但剩下的肯定不好卖 刚才就是让我朋友帮我收了一些 床尾的巴兰 那家特别新鲜 在这边有一种职业叫 类似鱼带磅的 它可以帮你去收这些鱼 然后帮你过秤 帮你挑鲜度 一斤的话赠你五毛钱 就这种代办 那做这种代办的话 信鱼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好的 出了问题的话 它会负责任的 来东山嘛 一般我们就有收鱼的话 都会叫代办 帮我们去办 你们发现刚才这边做了很多女的 然后现在就都跑下去了 女性真的是半边天啊 上了岸之后都女性说了算 挑鱼 报价 那报价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说今天的鲜度啊 今天的量啊 今天的市场行情啊 给出精准的报价 下午的时候 他们就要洗网啊 补网啊 都很能干 标准的这种 慧安女的这种性格 都很能吃苦 超级能吃苦的那种 那今天是等不到大鱼了 也又收获 收了一些巴拉鱼 做巴拉鱼干 看一下他们在出镜啊 这个什么剂都用上了 货比三家缓冰之地啊 嫌你这嫌你那 都是几十年的老江湖在对弈哦 你看男人送完货 就赶紧就回去了 该休息休息了 他们辛苦一晚上 接下来白天的事情 就交给安善的女人了 渔村特色就是这样子 码头开始热闹起来 你看陆陆续续的 都是回来的